飞鸿97A脱胎换骨 变身后的设计风格展示了全新的定位 多种组合使用的方式 能不能把美军的同类体系撬掉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这两天大家看珠海航展的照片 应该已经看到了飞鸿97A无人机 看上去是个很熟悉的型号 因为去年飞鸿97就亮不下 这次的97A的真身亮相以后 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因为多了一个A之后 新飞机和原来老的97大不相同 咱们从上网下看 原来老97近期到在背部 跟美国的XQ-58A外形是比较近似的 而97A则是把原来头部下方 用于搜索跟踪目标那个光学系统 也就是我们说的EOTS 搬到头顶上了 搬到了类似一般战斗机驾驶员那个位置 而97A机头下方 也削尖了 变得更隐身 机头侧下方还安装了左右各一个光学窗口 估计是用来安装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的 原来机头下方的EOTS挪上去以后 那么对下方的观察能力 就可以通过这两个窗口里的光学设备再补上 很明显 很明显老97A的光学探测范围只能针对前下方 如果对方有飞机在97的上半球方向 那个老97是看不到的 而97A则是通过三组光学设备 几乎是把上下左右全覆盖到了 也就是后下方可能有一定范围之内存在观察视角 而背部增加了凸起的光电装置 肯定会影响飞机背部的气流 所以97A的进气道就从后背的位置移到了机头两侧 进气道放在后背上的时候 如果说需要飞机做猛烈的动作 比如猛烈拉起形成大影响的时候 机头肯定会遮挡正面来流 然后会挡住发动机的进气 而放在两侧的话 不管这个飞机怎么去机动 向各个方向机动影响都不大 并且97A的进气道还跟歼20一样 也是用了中国已经吃透的DSI进气道 那么这种DSI进气道本身就有助于隐身 也有助于改善特定飞行速度下的飞行性能 这样从侧面看 这个97A的头部 有点像是一个无人版的小歼20的味道了 这种气动布局说明 97A的机动性会远远好于老97 或者说是比美国的XQ58A要好很多 更不用说我们97系列是双发的 而XQ58A是单发 从这个外观就能判断 老97是用于对地侦察和打击的隐身攻击机 而新的97A差不多就是兼顾对空对地的 无人多用途战斗机了 再看挂载能力 老97可以携带各种精确制导炸弹 或者是飞鸿901小无人机 要发射那个飞鸿901 就要使用伸缩式的挂架 把901先伸出弹舱 这个发射方式是不方便的 而且占用空间 没法携带炸弹了 而新的97A是在弹舱后边增加了一套 八管的发射装置 可以容纳八个小无人机 向下打开那个发射口之后 就可以发射小无人机了 小无人机也是离开97A一段距离之后 再弹开弹翼 这样也可以避免发射过程中 小无人机跟97A形成气流的相互干扰 这套发射装置从位置上看是不占用基辅弹舱的 所以97A携带无人机和携带弹药相互不影响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 9797A歼20歼35应该如何的组合使用 如果投入实战 97A的位置应该是在最前方当赤猴 撕开战争迷雾 尽可能的提前接触对方的隐身战斗机 或者是对方的中程辽机 至少要迫使对方暴露行踪 如果有可能的话 估计97A还有能力携带霹雳石这样的空对空格斗弹 有机会的话 还能直接把对方的战斗机 或者是隐身的无人机暗杀掉 而老97就可以跟在97A的后面 寻找并且清理地边上的高价值目标 两种97的异形差不多 所以飞行速度相差不会大 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编队 这样两种97就可以形成一套组合 再想一下 如果我们再扩展这个组合 可以把歼20 歼35放进去 让歼20或者歼35在空中指挥多架97A 或者是多个97编队组合 让这种组合在前方扫平道路 那么我们的隐身战斗机 它的战场生存能力和打击力 就会明显提高 所以很显然 这套设计方式 就是针对美军这套体系量身定做的 不过97A倒不见得一定是我们自己用 能上珠海航展的展品 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外卖的 所以各位客观可以采购 包含歼35在内的大套餐 或者是手头不宽裕的 还可以买两种97 还有飞红小无人机的小套餐 如果小套餐再加一个R2D2 那看着也跟大套餐差不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